曾几何时,一座宏伟壮观,富丽堂皇的紫禁城矗立在中华大地之上,这座皇宫承载了我国六百多年的历史与文化,然而,当我们细致的参观这座古迹时,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,这座有着九千多间房屋,曾经住着数千人的皇宫,为何在其初建时竟然没有设计一个厕所,古建筑中的奥秘? 对某个时代的建筑风格来说,厕所的设计似乎并不重要,可以想到皇宫里住着的数千人如厕问题,这个疑问还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,其实,古代建筑中的许多设计都蕴藏着背后深刻的智慧,我们往往只能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去解读,而无法深入其中体会古人的用心,古代的建筑师在设计时考量的因素远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要多, 他们不仅要兼顾实用性、美观性,还要考虑建筑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象征,厕所在他们眼中可能只是建筑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,但却可能影响整个建筑艺术气质,我们今仍将目光局限在厕所的实用性上,而忽略了建筑与文化内涵的紧密关系, 这就像我们站在山脚,无法看清遥远山峰的整体轮廓,要打开视野,我们还需退一步,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历史,才能对古建筑的智慧有更全面的理解, 皇权的象征,故宫,名为紫禁城,是我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,在永乐年间,明成祖下令兴建此宫殿,用意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,皇宫的设计非常注重格局的完整性和构筑的规范性, 其对称的结构和周长的布局都凸显了统治者的地位和权力,放眼望去,万物有序,充分体现了皇权的合法性,在这种理念指导下,皇宫的每个细节都蕴含着强烈的政治性, 建造者认为,将如厕的场所设置在皇宫之内,有损皇权的形象和尊严,因此,紫禁城的设计中干脆就没有厕所这个选项, 我们可能难以理解皇权象征与厕所的关系,但在那个封建专制的年代,军权被视为上天的旨意,皇帝被看作天子, 统治阶级热衷于维护这种崇高印象,一座简陋的厕所,有可能在他们眼中玷污了皇权的神圣, 所以,这种不设厕所的选择,实际上是当时思想意识形态的一种反应, 它彰显了统治者强烈的政治野心和对军权形象的敏感, 对近人而言,这种精神显得荒谬可笑,但放在那个年代, 他却是建造者心中的重中之重,多次毁于战火, 永乐十八年,好时十四年建成的紫禁城, 曾多次在战火中损毁,竣工第二年,便发生大火,前三殿被烧毁, 此后又在嘉庆,万里年间屡遭火灾,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时,又将皇宫复制一具, 每逢战火,皇宫这座巍峨的巨兽就在熊熊火海中咆哮, 看着他身躯的焚毁,君主也定会心如刀割, 然而每每从灰烬中重生,皇宫依旧维持着没有厕所的构造, 这几番消长的过程,宝经风霜见证了朝代的更替和国运的起落, 但皇权意识形态中的根基,却从未因战火而动摇过,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, 古代统治阶级反对在皇宫中设置厕所的理念十分根深蒂固, 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延续, 成就了皇宫独特的面貌,风水中的讲究, 在古代,风水在建筑布局中的影响力不能被忽视, 建造者认为在皇宫中设厕所会影响整体空间的格局和结构, 破坏风水,其产生的气味也会影响宫殿上空翱翔的天子之气, 这与皇权和尊严被盗而持, 所以在当时的思想体系下,皇宫厕所的空缺也就理所应当了, 风水的概念在古代影响极深, 不仅民间崇尚,连帝王也追求其中的旋律, 皇宫的设计自然要考量风水带来的极凶, 任何破坏了风水的举动, 都意味着国运走下坡路, 放在今天,这听来十分迷信, 但古人确实相信皇宫中晦气的存在会影响天子运, 所以设厕所成了机会, 这也是基于统治阶级维护自身象征的需要, 就好比金人为国家领导人设计的建筑, 也会考量许多心理因素一样, 如厕大事, 那么生活在紫禁城中数千人如何解决如厕的需求呢?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大事, 皇宫内部空间复杂, 还需要照顾不同等级者的如厕尊卑, 如果不设计好, 势必会造成混乱, 生活在皇宫中的君主, 皇宫贵宙极大内众官, 他们平日里衣食无忧, 仿佛与尘世隔绝, 但是如厕的需求却逃不过人之常情, 这也成为皇宫管理的一大考验, 各级官员的尊卑有别, 皇帝自是高高在上, 那么如厕时该如何安置才合乎等级礼仪, 这影响到皇权的体面和统治秩序, 若处理不当, 后果不堪设想, 一动的便器, 要想在不见厕所的情况下解决如厕需求, 一动式的便器就成了最佳选择, 紫禁城内设有许多镜房, 专门用来存储和清洗这些一动式便器, 根据使用者的身份等级, 这些木质便器还分为不同规格, 如官房便盆等, 使用后由内饰清理, 消毒, 运出皇宫, 其内容物则作为肥料使用, 这些环环相扣的设计, 可见古人的用心, 这种一动式的木质便器使用简便, 可根据需要搬运, 他就像一个马桶的原始雏形, 这即解决了如厕的需求, 又保证了环境的清洁卫生, 可谓一件双雕, 在镜房中还储备有香料, 木灰等用具, 皇宫各处借有设置镜房, 使用后迅速回收清理, 避免气味在宫中扩散, 保证了皇宫内的整洁优雅, 这种设计即体现了古人的智慧, 也受死出他们对环境卫生的重视, 皇帝的官房对于皇帝和后宫嫔妃们来说, 如厕也成了一件麻烦事, 有了一栋便器之后, 他们只需传唤内侍, 送来预先准备好的官房, 然后方便后由宫女清扫处理, 不同等级者使用的便器格局迥异, 皇帝专用的木制官房外表雕饰精美, 内部以软料包裹, 舒适方便, 这也体现了军权的特权, 皇帝的官房造型考究, 上等木料, 雕露繁复, 坐上之时, 犹如玉龙君临天下, 这富丽的外在, 满足了统治者的虚荣心, 而其尺寸空间, 对一己之身也有过人的照幅, 可见皇权的尊贵与特殊, 如果有嫔妃失宠, 被罚清洗这些便器, 也成为尺夺其尊严的一种方式, 可见在皇宫内部, 如厕也被纳入了统治秩序, 成为维稳等级的一种手段, 肥料运出成, 将便器内容物运出皇城做肥料, 可以避免皇宫内气味污染, 保证环境卫生, 每日清晨, 运输车轮番驶入皇宫内的每个镜房, 收集以消毒的便器, 再悄然实力, 这成为皇宫内一道奇特的风景线, 也有好奇的市井百姓, 会在城外等候观望这些装满肥料的车辆, 看似低贱的劳作, 也成就了壮阔皇城里的生活机能, 将五谷的内容物运出城外, 一方面维护了皇宫的整洁无瑕, 另一方面又便费为宝, 所付农丧, 车轮碌碌把城内的会晤送到郊外, 又将肥料送回田间, 一席肥料虽然低微, 但却承担着连接皇城与外界的重任, 市井百姓的凝视, 也映射出平民对皇权的敬畏与好奇, 这交融呼应的景象, 彰显了古代社会的伦理秩序, 潜逃的绝招, 在许多描写清宫生活的戏剧中, 为逃避皇宫, 会有人藏身于这些装满粪便的车内, 虽令人难以想象, 但这也成了一种绝招, 这不仅显示了运送工的重要性, 也映射出人性对自由的渴望, 即便代价是忍受极端的恶臭, 这在今日看来已是人之常情, 我们金人都难以想象, 为了躲避宫进, 竟有人不惜钻入奋车, 可这也正反映出, 皇权的枷锁之下, 无论男女贵贱, 都会有对自由的渴求, 宁可闻臭味, 也要追求心灵的解放, 这种胆识和勇气, 值得敬佩, 这些逃跑者, 也成为皇权与人性对抗的作影, 他们的故事, 让我们对人性的可贵, 有更深的感悟, 今日, 我们站在紫禁城遗址前, 面对这份古老的遗产, 不禁会想象那个年代的盛世气象, 这座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两个朝代, 明和清, 的辉煌与衰落的建筑群, 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, 更是文化的传承者, 他以沉默的专实, 诉说着过去的辉煌, 也启示着未来的方向, 紫禁城, 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神秘和庄严, 此次来源于古代天文学中的紫离园, 象征着天子的居所, 而禁则意味着这里是皇家禁地, 普通百姓不得随意进入, 这座城池曾是帝王的权力中心, 也是无数宫廷故事的发生地, 它的每一砖一碗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, 虽然在厕所的设计上, 明清建造者与我们金人有巨大的价值观差异, 但透过这点, 我们也可感受到古人的智慧, 与精神内涵, 在那个没有现代卫生设施的年代, 古人对于厕所的设计和建造, 体现了他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环境的尊重, 这种跨时代的对话, 也成为我们理解历史的一座桥梁, 它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人的生活细节, 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, 如今的参观者身处蒸蒸日上的21世纪,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尊严, 我们可以不羁地探索古迹, 而无需拘泥于当年的等级观念, 我们可以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古老的建筑, 去发现他们在设计和建造上的巧妙之处, 去感受他们所蕴含的深厚文化, 这种时空交汇的对比, 更加凸显了历史的魅力, 过往和现今, 古老和先进, 在这座古迹中互为衬托, 我们感叹古人的智慧, 也看到时代的进步改变了价值观, 这展现了历史的立体与深度, 也成为我们汲取古代建筑精华的窗口, 当我们漫步在紫禁城的石板路上, 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, 那些高耸的城墙, 精美的宫殿, 无不透露出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皇家的奢华气派, 每一处细节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, 比如那些精美的木雕和石雕, 它们不仅仅是装饰, 更是文化的载体, 它们讲述了一个个古老的故事,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。